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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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 嘩,有沒有搞錯啊? 拿你命三千啊,現在 長者級,級可危啊 這個東方大騎手 大嘆中共治下,民不聊生 揭滅中共,全黨史清江 大哥,PK等就說PK而已 現在你搞到全港老人家都PK 你知不知道香港人口老化有多少老人家啊? 如果這些老人家聯合起來 一起不去投票的時候 你就懶懶清清了 沉沉覓覓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慘慘慘慘慘 到時就不是損啊損啊 被蚊蟲咬啊 而是阿餅強未能完成任務 就真正變了PK等啊 這裡啊,就幫他宣傳一下啦 奉政府語啊嘛 所以說呢,不要改壞名就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你的名字調轉行的 這個是廉政專員胡英明 你一聽,名字已經知道了 胡英明就說 如果你呼籲驅選當日 不去投票,又或者去投白票 那是實屬違法的 還有,廉政公署就會派800個人去搜票站 你怎麼聘請這麼多人的嗎? 原來我也不知道 你說賄選就為人裝並和,800人有用而已 就是,他800人想怎樣啊? 我都是那句,給杯橙汁來 好像昨天說,你要人去投而已嘛 給杯橙汁來 還有,這裡跟你有關啊 你可以在區選全搞定了 如果不是沒有人投票的 所以東方大騎手這裡 變相呼籲投白票的 我跟你說 撐滅中共,全黨市清宮啊 你那些這樣的一人選舉 沒有認受性的 話說,東方今天的標題 就講到你那個樓梯標準有問題 同時間啊,你所謂的幸福公屋就變了PK公屋 搞到那些老人家呢,就只會在這麼高的樓梯級底下 他說太高啊,那些老人家要用拐掌的嘛 那跟著呢,就很容易PK這樣說 那這裡呢,記載著青康路北的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第三期 原本就有條天橋連接這個長康商場去到長青巴士站的 現在不叫老年的了,叫長青喔 即是永遠青春啦,不斷長青,八十歲都長青那些 大家依不給強積金大家嘛 那但是他就說啦 你起那個臨時天橋啊,又高又窄 整年人踩下去都踏空啊 何況老人家骨頭翠翠? 不是那個翠翠啊,那個翠翠要去集拜會 乳足啊嘛 那你想一下,天橋都未起好 那些人怎麼走過去區選那裡投你一票啊 那我們呢,就不做那些呼籲大家什麼投白票啊 又或者是不投票那些東西的 我們合情合理合法的嘛 依法滅共,天滅中共,全黨史清江的 那最重要的大家就是呢 在區選當日睡覺,又或者留在家裡 甚至乎啦,你出去玩幾天都好的 現在,朝興不想消費啊嘛 那如果你覺得北邊那些啊,有些好東西吃各樣的 你又不妨去玩兩天啊 又正正好趁那兩天過關 是不是這麼說啊? 無謂留在這裡眼淵嘛 那不過呢,東方大旗手這裡的社評就插得認喔 天橋一步一驚深,設計失當眾禍根 那他就問啊,何謂以民為本啊? 他就定義了喔 認民所需,急民所急,錯啦 這個是東方大旗手,定義不清啊 因為,中共一向都是以民為本的喔 大家知不知,你拿起個國歌來聽一下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啊 把我們的血肉足成,新的長城,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啊嘛 我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不是把你們的血肉而是我們呢? 然後還要前進前進啊,哪有這麼蠢的人啊 誰作的?不過,作這首國歌的田康和獵爾啊 獵爾就在日本的溫泉那裡被這個共諜所殺啦 歷史就沒有記載,不過你跟從他那個史跡你就知道的啦 以田康,這個有歷史記載 他就因為糖尿啊,平時就不吃得甜的東西 但是呢,他其後就變成一個叫做反動組織啊 然後就被人打入天爐 那當局為了懲罰他這些思想不純正 於是乎呢,就打點糖水入他身體 結果他失禁啊 那為了懲罰他失禁,於是乎又打點糖水入他身體 到最後他就語化聲鮮啦 啊,做得出好東西啊 所以中共一向的以文迷本的意思呢 就即是以民眾作為一個叫做本金 當敵人來到的時候就好像哈姆斯那樣 高舉著這個老百姓在第一位 後面是三隻字去犧牲 這個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狀態啊可以說 那所以東方誤會了 東方大旗手這裏就說了 港府官員經常將以文迷本掛在口邊 寫在書裡,真是有 大家有沒有聽過李家超講這個以文迷本啊 以巴勒斯坦人為本,以巴基斯坦人為本 是不是啊 祝賀他們八子千孫啊 走過來香港那裏 哇,遲下政策會不會偏袒他們的 因為這麼生得 遲下好像那些幽班警那樣 隨街撿幾件老虐虎 跟著呢,就地政法怎麼辦啊 那就八子千孫 是不是啊 還是想鼓勵越南柬埔寨各樣那些人士 跟著在電視台上面呢 直播這個活春宮啊 那就八子千孫咯 我只是想一件事而已 他每生一胎就有兩皮啊 不過其實醫院費都不夠玩 但我經常看到呢 那些公共設施那裏 說有些狠武的那樣 有棄嬰的嘛 棄嬰算不算的啊 那不用睡,醫院都有兩萬元收的啊 有空泵十幾二十件出來 那便盆滿撥滿 我教大家啦 你想玩的話 吃那些叫多仔丸啊 但生出來的基因一樣的啊 他只不過呢 是將一個胎 打散成為十幾二十個胎 這樣生出來 那就多仔丸 即是那些媽生兄弟啊 那甚至乎 我有些發覺了 東方日報是不是有看這個大樓的啊 為什麼呢 還是大樓給錢他寫的啊 這裡啊 文有所夫 官員就依言不應 以文為本 香港人感受不到 官康意志啊 官員就發揮得臨尼盡止 那令我想起大樓講的 官字幾多個口啊 是不是啊 官字有兩個口 一個叫入口 一個叫出口 講的銀行通道一定要得暢順啊 不是讓人制裁的四九官 怎樣搬錢啊 所以大家發覺他們最近沒有說話的 搬錢走啊 但是人家是舉出客觀事實的 你是不容反駁 事實上是你做得不好啊 東方大旗手這裡就分析數據了 他說臨時天橋啟用之後呢 居民就叫苦連天 即是很多不滿啊 因為天橋設計失當啊 第一 樓梯啊 是比較上斗 即是很斜的意思啊 而每級的梯級呢 是非常之又高 而且又窄 成年人啊 如果你有隻鞋的時候呢 打隻九十度這樣擺上去的時候呢 你那隻鞋的長度 是會突破了那些梯級的 他講那麼多話 就是說 你會搞到別人PK 那萬一那個人是大腳白的死硬啊 要好像龐蟹那樣走路啊 打橫走上去啊 總之 東方這裡就說了 導致到市民上樓梯的時候呢 要有 哇 有尊名號 闊著 叫做高提腳 瑜伽來的 下樓梯的時候呢 就要側身扶住欄江 一步一驚深啊 那這裡去遇上了 何永賢會怎麼回答呢 那 東方是這樣說的 他又說了 無疑天橋樓梯的高度寬度呢 都符合法定的標準 這些是公務員答法來的嘛 就是什麼依足規程啊 那我們就已經用最佳最妥當的成本 而且呢 經過所有的環評報告 諸如此類啦 東方都廢視聽 總之他又跟你說了 就算你合乎法規又如何啊 你沒有體恤那些老人家嘛 所以啦 東方大旗手就說啊 你擺到明 是貼近這個高度的上限 寬度的下限 就令人質疑 普通一條行人天橋你都做不好 你幹嘛要這樣挑戰這個人體極限呢 如果居民個個身手敏捷 捕捕魚魚飛啊 就不用你起那條臨時天橋啦 自己用輕功唐牛的款式飛過去就算啦 而你明知道啊 長青村長康村居民都是長者為主的嘛 上樓梯發生的那些風險 你陪啊 我教你怎麼回答啦 何永賢 拍下心口 好我陪 那就搞定囉 那東方又沒有聲出 當然不是啦 跟著說你浪費公帑了什麼 總之東方就提到了 長者上樓梯時候呢 發生意外風險 已經被一般人就違高的了 而你起的這條天橋呢 就比一般的天橋那個標準就更加 沒有譜 搞到個個老友記呢 走路打圖騰 走一步又痛一步 你不知所謂 天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啊 那以及原來很多人投訴 嘩 我們都不要說東方這件事啦 不如說回這個耀東村和洪山半島啦 所以我就說 做不出你就不要說了嘛 大隻講 李家超講的東西是什麼啊 李家超當日講啊 每天會解決一個問題的嘛 洪山半島的問題了 是不是有放生啊 耀東村三十九中山泥傾瀉 是不是又不理啊 那現在 長青村那裏啊 那些老人家 無敵風火輪啊 現在玩 那你又怎麼說啊 所以東方大旗手揭示得好 這班人浪費公帑 不知所謂 共產黨治下 貪污腐敗民不聊生 天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